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突破困境 进入光明 远见杂志有一篇文章 介绍IBM台湾总经理高陆华 他在IBM服务已经有24年的资历 曾经他是一个很没自信的彷徨青年 在一个充满男性的科技公司 他要如何进入管理阶层 甚至是担任总经理呢 高陆华刚进IBM时 是从新人开始做起 虽然他是菜鸟 但他总是不计较 常常多做 傻傻地做 大小案子都接 一边做 也一边请教资深的同事 正因为这样不怕挑战的精神 让他职位一路进身 即使现在已经处在高位 但他说不要怕丢脸 要持续学习 也要学习将困境 告诉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这样你才能够持续在职场出类拔萃 亲爱的朋友 高陆华的职场人生 让我们学习到万丈高楼平地起 成功没有一步就登天的 成就是需要一点点累积出来的 在出迷之前 在遇见薄热之前 是会有熬练的过程 你想想看 一栋雄伟壮观的大楼 能够盖起来 首先就是要先打地基 所有的豪宅都是从挖地基开始 同样你要盖美丽的豪宅 你要有美丽的人生 首先就是要有挖地基的日子 不管是需要一年两年三年 甚至是十年 房子才能盖得高 盖得坚固 曾经有一个报道说到 在金字塔里 找到一颗三千年前的种子 但没想到 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栽种下去 它竟然还能够生长出来 我们看见了 种子里面那个伟大的生命力 亲爱的朋友 你的生命就像一颗种子 拥有伟大的生命力 而当你愿意被埋葬 被栽种的时候 就会经历巴雅的过程 开始新的生长 接着就会开花结果 有一天 你也必会有显明 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或许有人觉得 自己的景况 就像被埋葬一样 总是没能看见 或是正身处在 某个痛苦的情况中 好像不能改变 但今天 你要甩开日脸 甩开负面的心态 就像那颗小种子 你现在 只是刚好 正在经历 被埋在土里的过程 但是在过片时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 最终 你必突破黑暗 进入光明 生长陌生 我们可以看见 一些伟大的人物 困难 疾病问题 不能打败他们 当他们把困难 告诉上帝的时候 反而使他们 变得更好 更强大 而且成为上帝 手中宝贵的器皿 就像德瑞莎修女等等 亲爱的朋友 当你在困苦的时刻 要有一个信念 这个困境 这些损失失望 不会让我放弃梦想 也许我现在在低促 但这只是暂时 上帝会帮助我 我会重整旗鼓 我会比以前更增长 更美好 更丰盛 愿上帝赐福你 靠着祂加给你的力量 你可以突破困境 进入光明 上帝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